我們Login之後 要看到這個畫面 還必須有一個通行證 那個通行證叫Section 所以我就直接在那個Page Row 4鍵 我就直接點開來之後 在Page Row 4鍵 Page Row 4鍵 除了說我可以 新增那個Now 在Testbox 4跟5 底下 我就先做一個If If If之後的話 判斷這個Section 當然其實判斷一個就好了 有的時候兩個都判斷也比較完帥 只是說我這邊就判斷一個 一個存在的角色 另外一個應該也存在 ID 等於什麼 通四串 如果呢或者不等於 兩種方式都可以 只是說前後的邏輯不同而已 假設說它不等於 不等於空的 空字算 就是說它裡面有東西 有東西的話呢 那這樣 它就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繼續 那反之Else Else的話呢 我這個地方就加上VLS 反之 然後這個地方先加一個 Ending 如果說這個地方它 它是有 不等於空字算 就是有東西 就是去 就可以進到這個網頁 那反之的話呢 我就做什麼 動作呢 把它 回去 那回去的話就是 利用什麼呢 一樣 Response Dent Right Dent Redirector Dent 然後呢 就把它刮斧 給它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呢 就是Login Login 然後 點 ASD X 並且呢 有的時候 我們還會傳一個什麼呢 傳一個參數回去 這個參數呢 就是說呢 給它一個什麼呢 ERR 好了 就是這個error 然後呢 error裡面呢 就是 就給它一個訊息 叫 叫 然後 背法登入好了 比如說 傳過去 順便會帶一個參數 有沒有 帶回去 那帶回去之後 我勢必 那邊也要接收到 這個error訊息 那那個error訊息 要在哪邊接收呢 這邊嗎 這個 這個地方應該要分開啦 這個地方應該要分開啦 就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是要再把它 and 這個地方就是要再把它 and 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不用不需要 我先去看好了 這個地方 ER給它 好 其實應該不用不需要 然後 傳過去以後 它就會傳一個參數 有沒有 那參數 接下來 當然回去之後 當然就會秀出來 那秀出來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秀在哪裡呢 就直接paste load 對不對 在那個login這裡 那就找到paste load 當它paste load 就是說呢 當它載入的時候呢 我就去秀 那秀在哪裡呢 就在這個嘛 label上面 label1 jakiś 如果說我要接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com